熊岸兴趣,大家骂的都多了,我也骂过几期,骂的很惨烈,我们现在说一下,谁能取代之呢?不能光骂,光批评,要有办法,我个人的想法,我说自己的印度说了好多好多次了,那么整个中南半岛,实际上越南之前在70年代,80年代跟我们也算起来打了10年的时间,核心的战役打一两个月就结束了,那中南半岛是没有小霸王了,是吧,跨过几个国家,我们跟柬埔寨, 关系一直还不错,现在这个局面,我们跟缅甸也,我看到这个动作太慢了,现在我都不愿意说了,也不敢真正的大张旗鼓的去弄,可能还是在中东,在东欧这个方向上多发力,缅甸在自己家门口还是优着,应该说是这么一个策略,现在的话就是南亚,印度,要把这些周边所有强大力量全部打碎打散,而且把它全部挣住,这个就是作为都城非常重要的,我们 的这个北京这几百年来就是这样,所谓天子守国门,你要震慑住这个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,那么汉族是长期在这里,他 为什么不愿意南迁,对不对,那黄河流域就是一个人口最众多,资源最充沛的地方,那未来我们整个世界岛,在我们国土范围内,然后人口又要足够多的,是什么区域? 我们说长江三角洲,珠江三角洲吗,不算是,虽然说上海算是西方慢慢的帮我们搞了一点点这个雏形,我们减对吧,杭州苏州是我们自己搞的吧,汉族这个主要成分,但是也不太合适,他离海近,但是离陆远,陆地远,那这个 雄安新区,我们说这个北京,我们就说这个就不批了,对吧,我们不批评他了,想办法,那这个广东深圳呢,广东深圳离海还是太近,这第一点,第二点,还没苏州汉州有文化底蕴,对吧,你不够格,你就不够格,你才付几年,咱们就说这简单话,你才有几年的钱,你不够格,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四川盆地,大家想要都府草坛那是什么时候,1300年前吧,对不对,你看一下成都, 这些,我们汉族的,整个国家民族的这个,在这里的这个,一直都非常OK,非常完美,对吧,而且这个四川盆地,它本身 在中南半岛跟特别是南亚这边的影响,这里是最方便,最好辐射过去的 那么在未来整个世界岛的这种局面下面,我们当然也要照顾一点点海洋,对吧,那这个时候我就首推一个城市,对吧,我绝对是全球第一啊, 以后要是一千年以后,这个宜宾市要是做了首都的话,那首先得感谢我,我觉得宜宾合适,这个宜宾啊,是长江的一个分界点,上游这个分界点,啊,那么从这里开始,其实船这种千吨以上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,啊,之前应该是叫金沙江,啊,然后我们再看,呃,当然现在有上下搭吧,但是还是勉强可以的,啊,但我们再看, 那重庆跟这个成都合适吗,啊,当然说起来非常的合适,但是,这个做首都的,根据历来的这个经验,啊,我,而且我天天做城吹的话,这个重庆也吹了很长时间,那么也不太合适,城市本身就太大了,你在四川盆地的话,呃,其他的城市像绵阳,啊,就偏北面,他没有长江这样的天线,啊,没有这样的这个, 啊,航运的优势,啊,然后太小了,城市也不太合适,我们,起步一定要是往世界级的这个城市方向上走,容量又好扩张,三线以下的四五六线城市太小了,他本身的这个基座,构建起来的这个在建的成本实在太高了,啊,不,不太合适,所以,这个,在四川盆地二二三十万平方公里,这里面有这两个成都重庆作为支援的话,这里,呃,在三线城市这里建一座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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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,啊,辐射整个世界岛的这么一个,啊,世界级的都会,或者说世界的权力,啊,中心,我觉得是合适的,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城市,啊,宜宾是什么地方,特别是沿海很多,啊,朋友,啊,我一句话总结,你听了看啊,有没有道理,以宜宾,跟上海这里作为半径,画一个圈,啊,画一个圈,这个圈里面包含着差不多30到40亿人口, 这占全球50%以上的人口,这个,四川盆地,当然,四川盆地都有这个地位,是吧,当然,我选的是宜宾这里,啊,那,范围缩小下来,我们就说宜宾,我个人觉得好,是吧,那,全球还有哪个城市,有资格,比这个城市更好做世界岛的,这个,权力中心,是吧,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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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是不是很有说服力,啊,当然,很多人觉得还有其他什么,五粮业在这里是总部,它是负资产,五粮业最好不在这,啊,这种公司, 这没有用,什么垃圾东西,对吧,没有用,汉族自己选了,这几百年来是选了北京,啊,有他的道理,其实还不单是汉族,对吧,后院满清,他也沿用这个位置,北京这个位置就是好,对吧,你要说,从实用的角度来说,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就有一定的道理,对吧,那真正的,我们说要崛起,那就不是说,你一个政党,你一个朝代能够阻止的, 你的需求,是摆在这儿的,比如我刚才说,这个,无论是说资本家获得政治权利,还是说,这个四双盆地的一座城市,比如我个人推荐是宜兵,对吧,崛起成为世界权力中心,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是具有极大利益的,那就是一股力量,一个趋势,当然我们说也要有政党能去推动它,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,不是说你一定政党就会发生,这些年的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,不是正义的事情,它应该发生, 这些事情它就是会发生,而旧有的利益它太强大了,以至于有时候我们都分不清楚是否这个世界是真实的,是否是我们人类在往正确的方向上走,我们看到很多人宁愿去讨论核战争,他也不讨论有些人的利益实在拿得太多了,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,我们希望我们有这种,就是把正确事情操作下去的这种方向,甚至我们说把这个两个问题挂钩,如果资本家当政了,就拥有较大的权利,或者下一个能够顺利, 时代潮流的,那么在这个方向上,能不能说镇住整个三四十亿人,画一个大圈,如果上海不够了,我们再大一点圈,反正这个位置肯定是最好的,平衡中国跟整个南亚赤大陆,包括中南半岛这些人口,包括整个这一块的资源,我们这样拿来对比一下,大家看一下北京,除了北京河北这一块,山东这一块人口比较密集, 我们看看其他的方向,就是我们东北也才一个亿,黑级辽盟,这也才一个亿,你看看整个西伯利亚600万平方公里,1000万人,还有旁边那个中亚五国,加起来也就那么个把两个亿,面积稍微大,是大一点点,对吧,但你说这些的话,我们北京放在这里,它合适吗, 你不是说,这个首都市要人口少点,它不是说,是北京整个北面的区域,是整个北面,加上整个俄罗斯,加上旁边很多区域,对吧,可能接近两个俄罗斯那么大的面积,才那么几个亿,十个亿的人,十个亿的人是到不了,跟我们刚才说的那画一个圈,没有这上面这个圈那么大嘛,那不能说人口稀少到那种程度,如果稀少到那种程度,那以前,这过去几百年,北京为什么在黄河流域, 那么近的地方,为什么不划到广州去,那肯定是不能离得太远,所以我说,这个首都权力南迁,反而是一个好事